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 周一早上数百名残疾人权益活动家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会议室外 抗议由共和党两位国会参议员撰写的医疗保健修正案 该法案希望取代前总统奥巴马现有的健保方案 以及删除该法对雇主和雇员的规定 根据新的法案 目前分配给健保市场及扩大白卡投保的资金 将通过政府补助的方式给予各州政府 这一提案遭到了病人 医疗机构和健保机构的合力反对 他们认为消遣医疗补助计划将导致数百万美国人失去保险 以及重大疾病将被收取较高的保费 很多人可能因此无法购买保险 一名苏丹移民24号在田纳西州一座教堂内开枪 导致一名女性死亡 另外有妻人受伤 今天当地警方消息称 该嫌犯将在本周三首次出庭 据报道 嫌犯现年25岁 20年前从苏丹移民来美 警方怀疑这名嫌犯至少带了两只手枪和一个面具 来到纳什维尔东南部的一座教堂 纳什维尔警方在推特上表示 嫌犯目前已从医院出院 他将被控谋杀罪和谋杀未遂罪 FBI证实当局将收集所有的相关证据 并以联合相关机构对这起枪击案展开明确调查 总统特朗普近日向体育界开火 据了解 每年NBA总冠军球队的职业球员 都会获邀做客白宫 特朗普早前也向今年的总冠军球队 荆州勇士发出邀请 但主力球员许蒂芬·库里早前表示 不稀罕去白宫 在不足24小时内 特朗普随即在社交平台上发出讯息 宣布撤回对荆州勇士的邀请 引起了众多NBA球星的不满 此外 全国美式足球队有高层 此前指特朗普对一些球员的批评言论不当 白宫新闻秘书今天回应称 特朗普对运动员的批评 并不是因为总统反对他们 而是为了尊重我们的国旗和我们的国家 25号因和未成年少女发不雅短信 而被定罪的前国会众议员韦娜被判入狱21个月 外加三年的监督释放 据报道 在曼哈顿联邦法院法庭上 韦娜当场崩溃 颜面痛哭 韦娜表示自己对受害者十分抱歉 跟韦娜发送短信的涉事少女透露 原本一直跟韦娜有短信来往 直至对方传来一张 她与年幼儿子在一起的自拍裸照后 她感到十分的不适 因此决定要站出来 这位少女把部分的交流记录 公开给媒体促使联邦进行调查 此外 当局还在韦娜的电脑中 发现其妻子给希拉里发出的电邮存档 因而重启了电邮们的调查风波 休息一下广告过后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接下来带您关心 全美各大平面媒体的新闻消息 据知情人士透露 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 自去年12月政权交接期间 混合使用私人电邮账户和白宫电邮账户 与白宫高级官员外来顾问等进行交流 库什纳的律师近日发表声明说 库什纳与白宫同僚通过私人电邮账户的往返电邮不到100封 内容通常是转送新闻报道 且大部分是对方先传送至她的个人电邮账户的 没有迹象显示 库什纳经由私人电邮账户泄露敏感或机密讯息或用私人账户处理公务 库什纳目前因为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一案正在接受调查 她的电邮往来可能将是联邦调查局和国会调查人员的 关注的重点 赋予大师杜汉姆和他的布尔华特 日前在好莱坞星光大道上拿到了属于自己的新星 据报道杜汉姆是首位将赋予表演与高科技时代结合的艺人 虽然杜汉姆在表演上有他的坚持 但他也利用社交媒体获得了大众的青睐 据了解杜汉姆至今已在脸书推特和YouTube的个人频道上 吸引了近1200万名粉丝 杜汉姆的所属公司表示 一直将杜汉姆定位成一位能和全球各年龄层观众产生共鸣的国际艺人 据了解他曾现身于各类电影电视剧 也为不少的动画片进行配音 作品包括抢劫坚果电和蓝精灵等等 今日美国海关推出了一款应用程序 让搭飞机入关美国的乘客可以提前资助通关 届时美国海关人员只需确认旅客填写资料是否准确 就可以放行入关 甚至连提问环节都可以审去 这款APP名为移动护照控制 可以在Google Play或Apple Store进行下载 下载完成后需要根据提示填写自己的护照 和个人基本信息并进行保存 在到达美国机场前还需要输入航班号 航空公司抵达机场名称 回答一些海关人员通常会问的问题 并给自己拍一张自拍照即可获得一个二维码 届时只需要将护照及二维码交给海关人员即可 目前这款应用程序只有美国本国公民和加拿大公民 可以使用并在西雅图 纽约 洛杉矶 奥兰多等24个国际机场 开始推广使用 加拿大方面加拿大环境部连续两天对多伦多发布高温预警 近两天气温预计会达到32度 试热指数会令体感温度达到39到40度 另外安省多地气温打破近50年来的记录 包括汉密尔顿 华铁卢和沃泰华在内的许多城市 都打破了同期的温度记录 到下周三晚间天气才会略为凉爽 周四周五的温度有望回归正常 此次高温预警的发布是今年第四次 相比之下 去年一共发布了14次高温预警 相关部门表示 在这几天 市民尽量待在有空调的地方 很多商场 图书馆和社区中心都提供避暑纳粮的场地 另外 有50个临时庇护中心 共无家可归人士进行住宿 另外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近日在多伦多的商务会议上 发表了讲话 鼓励加拿大中小企业超越国界 共同寻找中国价值5万亿加元的零售市场的合作机会 这次会议由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主办 加拿大政府官员也出席了会议 阿里巴巴表示 有3600家加拿大公司报名参加该活动 目前 阿里巴巴正在向加拿大企业 推广其在中国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受众 以及每年使用电子商务平台 购买商品的超过4.6亿活跃用户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收看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 US进行订阅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